叶飞五岁时,父亲就把他和哥哥送给了诸位 回国后,兄弟爱人先后走上革命岛 哥哥不幸牺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而弟弟叶飞则成为了共和国的一败战舰 叶飞的父亲啊,是个农民 那么和家乡的一个农家姑娘叫谢冰娘结婚 但是因为被生活所迫啊,结婚几个月以后呢,就舍家七夜 所以同乡呢,到菲律宾的吕宋岛 后来呢,他在那儿呢,又和吕宋岛的这个当地的一个女青年结了婚 1914年5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叶飞 叶飞的母亲呢,是有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 所以啊,这么一算呢,叶飞还有欧洲人的血统 叶飞的父亲在吕宋岛上啊,虽然生活还是比较富足 但是呢,他还是受到当局的这个歧视 因为外来人口嘛 所以呢,他经常告诫叶飞 说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住国 那么1919年,叶飞五岁 所以他这个父亲呢,回到了故乡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呢,他父亲呢,就被土匪绑票了 后来虽然被除除来了 但是他父亲呢,从此之后呢,再也没回国 叶飞呢,就由他的父亲的原配 谢炳娘来抚养 谢炳娘呢,自己没有生过孩子 所以呢,把叶飞呢,当成亲生儿子一样来看待 1928年,正在厦门省立第13中学读书的叶飞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叶飞受命参加中共秘密工作 1930年7月,年仅16岁的叶飞不幸在厦门辈里 作为中共的秘密工作者,他面临着惨遭杀害危险 叶飞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 曾经试图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 但是叶飞考虑,如果引渡回菲律宾的话 虽然可以保全性命,免去牢狱之苦 但是却难以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因此坚决拒绝引渡 后来由于叶飞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 加上国民党当局无法查出这位16岁少年的 所谓共党嫌疑的证据 经受一年多的牢狱之苦后 叶飞最终获释了 出狱之后 叶飞便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 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然而没想到的是 刚刚脱离虎口不久的叶飞 优优独播剧场上